今天是一个下雨天 我正在准备明天一早的早餐 牛肉香菇饼 首先准备3-4朵香菇 然后切成碎末 然后把胡萝卜切成块之后 放到搅拌机中 搅成碎末 再次切成碎末 切成碎末 盐巴 一切切一些 切成碎末 勒萱 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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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取四分之一的洋葱 首先把洋葱切成块状 接下来把洋葱和大蒜放入搅拌机 搅成碎末 接下来准备250克的牛肉 然后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 牛肉切成碎末之后 加入一勺料酒 再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一勺蚝油 然后轻轻搅拌入味 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继续轻轻搅拌 把刚刚准备了 备好的胡萝卜洋葱末放到锅里轻轻的翻炒 加入一勺盐 加入一勺料酒 加入一勺料酒 继继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胡萝卜 加入一勺酱油 撒入一些胡萝卜 撒入一些胡萝卜粉 加入一勺牛奶 加入一勺牛奶 然后搓成圆形压扁 把做好的牛肉饼放到 淀粉和面包糠中滚动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饼就不容易粘手 煎制完之后也非常的脆 煎制完之后 接着我们把牛肉饼下锅 用油正反煎煮 非常简单 一道牛肉饼就做好了 做好的牛肉饼可以等凉了之后 放进保鲜袋 然后放到速冻箱 这样就可以把牛肉饼存储起来 做第二天的早餐 非常的方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